請問災命還有顏色嗎 人命還有顏色嗎 救災還有分顏色嗎 我們再次的表達 希望大家 要同理性來看這種事情 剛剛大家所提到 所謂利品的問題 還有 這個 所謂八億善款在 2018年的問題 我們已經講過非常多次 我們就再向大家報告一次 我們不希望台灣是一個謠言治國 謊言台灣的國家 靠網軍側翼來治國 從2018年 我們就呈現了非常非常多次 到今天 依然謠言猖狂 那我們在這裡再一次的 跟全國個人來報告 所謂的 禮品三 是我個人 不管是我出國也好 家人來買也好 大家都看到有毛開錢 花蓮沒有賣毛開酒 毛開酒 是我在香港機場 或者技術大陸 在美西機場買的 這十多年來 所買的這些酒 大家的客廳 難免都會放幾個酒 就這麼簡單 至於所謂的 什麼TWC 所謂的 鳥虎言網軍側翼 講的所謂的貴婦茶 大家上網看一下都知道 700多塊到1000多塊也可 我不曉得這什麼叫貴婦茶 這都很平常的 家用我這些人要 我要再次的表達 這些網軍側翼 到底有沒有同理心 在看災區的災民 自古以來 在大災大難的時候 大災大難的時候 如果要從中間 投取到任何的利益 這是要殃及其中的 我們再次的表達 真的希望大家用同理心 來看待現在的災民 尤其 尤其 日本人 發起 要捐助台灣的災民 他不可思議的 看到說 台灣的網軍 去給他出征 去給他洗版 告訴他 不可以捐給花蓮縣 不可以捐給紅時政會 說是藍營在控制的 請問災民還有顏色嗎 人命還有顏色嗎 救災還有分顏色嗎 我們再次的表達 希望大家 不要同理心 來看這整個事情 都是要避免同� 我要花現場 我愛花現場 謝謝你 為免雅 給人們偶爾一些痛 凡人竟非開始